不良人大结局之中即预告来袭 静心魔窥探天机真龙即将将士 女帝率领五大圣机与不良人并肩作战 首先静心魔已经带领一批不良人赶到了西宫 而且已经与伤组织厮杀了起来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静心魔抬头见天生意想 这或许对别人来说不意味着什么 但静心魔不同别看他是强者挂剑主打陪伴 可他不但精通医术更是擅长瞻子 之前他就曾对袁天刚说过离开孤岛必死无疑 最后正如静心魔所言 袁天刚死在了龙泉宝藏之中 从遇到来看官方还给了一个特写 用一大片乌云遮住阳光 这个真龙可能大家会认为是李星云或者张子凡 毕竟老李是名副其实的大唐血脉 而张子凡在第六季做了皇帝也可被称为真龙 但个人觉得可能这一天就是赵匡应诞生之日 也正是赵夫人腹中的海 因为将士指的是出生的意思 看来不良人已经在为后续埋下伏笔 其次张李二人潜入西宫暗杀李四元 他们虽然聪明但大耳朵也不傻 为了安全考虑李四元先安排自己的高手去西宫 一方面是保证西宫的安全 二来有人要伏击自己这些人也可以及时出来保护他 所以当李星云带张子凡潜入西宫本打算暗杀李四元 但未曾想是伏击不成反被伏击了 不过老李毕竟是本季战力天花吧 这些小兵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可李四元不一样 他把张子凡和李星云打的劈头散发 最后双方拼着重伤外加轮流使用龙泉宝剑 才将李四元诛杀 最后就是女帝和不良人了 之前的预告中就有女帝和五大圣鸡的话诺 当时他们并肩站在西宫的屋顶上 女帝带着五大圣鸡要阻拦这些军队 看样子女帝在这里还会有一波小高光 另外在她的身后还有不良人 从他们的身后可以看到有一个上山的入口 很明显这个入口就是通往西宫的 女帝和不良人应该就是守住这个入口 为张子凡和李星云争取时间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